胆结石治疗过程中的有几大误区 就是人们对胆结石的认识 认知有六大误区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 这个结石呢不大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结石不大 那么只要观察就好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那么就要观察 如果是有症状之后 再采取治疗措施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是错误了 我们一直在提倡 这个胆结石早发现早治疗 不要等它这个结石长得很大了 然后这个治疗起来 时间周期长 再一个化石排石的难度也增加 那么如果产生肌腹症 就只能手术治疗 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够只观察 要积极采取治疗 要措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认为胆结石的治疗 手术是唯一的方法 那么我们想 现在这个结石是在西医看来 如果不大 我们就观察 如果有症状 或者是这个反复的炎症发作 反复的疼痛 或者是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了 发生了肌腐症 很严重的 很剧烈的疼痛 这个时候就必须手术 如果是这个结石 没有这发生这个 这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采取积极的治疗的话 可以避免手术 所以手术不是唯一的这个治疗方法 第三个误区呢 就是有的人认为 看别人吃吃药 把这个结石化了 然后呢 我又照搬别人的方法 现在网上啊 或者是有很多人都都用过啊 用过什么鸡内筋呢 玉米须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 这个三我们说的这个三斤汤啊 这就是鸡内筋啊 金千草 玉金啊 这三斤汤来进行化石 确实有一些人 他结石比较 比较松散啊 比较好化的时候啊 轻微的症状啊 确实有人用用这些药 把这个结石化开了 然后有的也排出去了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用 这个东西还是得需要用中医啊 去辩证论治啊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所以这个结石体质的同时啊 在化石啊 排石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有的人认为得了结石之后 就要注意饮食 反倒啊 是对饮食控制的过度啊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然后导致了这个什么 营养失衡之后啊 也会加速结石的这个形成 我们说这个在得了胆结石之后啊 我们说这个过度油腻的东西啊 或者是不要吃的太饱 不要暴饮暴食啊 这个是要控制的 但是呢 不是说一点油肉都不能吃啊 你吃点瘦肉啊 或者是吃个八九分饱啊 别吃太饱 不要过度的去控制 就是要饮食均衡 那么第五个呢 有些人认为啊 这个结石啊 它是石头 是化不掉的 那么结石的形成 我们之前大家也跟大家讲过啊 它是因为由于胆囊里面的胆汁啊 浓缩啊 胆固存含量高啊 因为在胆囊里面结石 大部分都是胆固存结石 那么在胆管啊 管道里面结石呢 大部分都是胆色素结石 胆固存和胆色素 胆红素啊 这个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结晶 先有胆固存结晶 然后结晶逐渐再发展成这个结石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像我们是家里用的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盐块啊 冰块啊 这个冰糖块什么的啊 这些都是是什么 都是这个结晶 结晶体啊 它不是石头 虽然我们叫它叫结石 它是结晶体 这个结晶体是减少啊 胆囊里面胆固存的这个这个浓度啊 它慢慢是会可以化开的 所以结石我们还是要啊 降低胆固存浓度啊 让这个结石呢 慢慢化开 融开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很多人啊啊 就觉得很麻烦啊 我吃中药啊 有的人一两个月都坚持不了 何况还如果是结石很大的话 有的时候化石的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 我就不想这么麻烦啊 一切一切了之后一了百了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误区 我们身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是 没有用的而长出来的 除了你 像你的细肉肿瘤什么 这是没有用长出来的 那么我们自己自身带的这些脏器 五脏六腑 这胆囊属于六腑之一 胆主决策 胆囊啊 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作用的啊 没有没有说没有这个胆囊 没有什么用啊 切了切了就完事了 我们五脏六腑都是有各自各司其职的 都是有用的 所以能够治疗啊 尽量积极的去想办法去采用中药的方法 找发现找治疗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类似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发现了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